华泛大学15号举办了小云禅心画普查活动 纪念创办人小云导师禅吉16周年 而董事长无关法师则发表了新书《法华经浙的话》 感念恩师慈悲济世的精神 并且邀请了多位教授和校友一同分享 为了纪念华泛大学创办人小云导师禅吉16周年 华泛大学15号举办了小云禅心画普查活动 邀请校友与董事返校一同追思悼念 而董事长无关法师也发表了新书《法华经浙的话》 献给恩师小云法师 他所教育的宗旨是觉知教育 这个觉知教育就是自己本身内心里面要一个醒觉的能力 之后才还有办法去醒觉旁边的人 之后才是真正的生命最圆满的一个点 叫做自觉觉他觉醒圆满 那就是《法华经浙的话》 他最主要他想要说的一句话就是说 一念心是我们心的归因 《法华经浙的话》全书分为上下两册 是物观法师四十多年来研读《妙法莲华经》的体悟与感悟 以及对小云禅师的感念 其中《法华经》中所传达的就是教人觉悟 一切活动、言语、行为都是由心念而出 这也正是华藩大学教育学子的最大宗旨 华藩大学学务长蔡传辉就表示 觉知教育就是透过人文和慈悲精神的觉化 让学生在学习当中除了认识自己也能帮助别人 我们很强调学生的一个自主学习 因为学生知道自己未来想要发展的方向 那我们引导他来规划他们适合他们自己的课程 所以我们每个学生的这个 他的学习地图、他的毕业规定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英才师教 这样的一个教育的理想 在这场新书发表会中 还邀请了徐悔之、李肖坤、黄志阳等多位教授与校友 透过品名与分享新书的方式 追忆创办人小云导师的得封行仪 他有一记名言 就是说 借化弘法 欲佛于化 把佛的思想放在画里面 那么这个借化弘法 把这个画 透过佛法 透过艺术来把它发扬光大 那其实这个是在净化人心的 物观法师在19岁时清静小云禅师 自此开启了学佛之路 他指出唯有人心静定下来才能够体悟理法 透过法华经者的话 不单单只是让读的人能够明白法华经的意随 更希望借以分享生命美学 佛法洗心的慧命观 记者杨邦友 超方琪 时定采访报道